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2月16号 这会儿呢 刚刚看完这个中国队 又得到了一块金牌 现在金牌总数已经达到7 7 因为这我们现在排名是 就是金牌榜上啊 排名现在是第4好像是 紧跟在美国 美国是8 我们是7 很令人高兴 很令人振奋啊 就是这个 每天每天的这个比赛结果也好 比赛过程也好 我们说我们着重的就是要去看啊 要去欣赏 要去了解每个项目啊 以及运动员 他虽然是这么一跳也好 得到了金牌 但是他背后的艰辛 需要我们去了解和学习 是吧 那么我个人啊 我个人明天17号还有古艾琳 这个有多金的这个希望 所以 呃我们说抽一个好数字吧 吧 让我们今年啊 冬奥会 以八排金八面金牌 收尾啊 我觉得这是真的是令人高兴啊 好了这个话题打住 我们从运动员身上 我们看到他们啊 非常的坚韧 非常的这个刻苦 以及他们对这项运动的这种 执着热爱 对不对 我们都深受感动 那么我今天要聊这个话题呢 就是 我们啊 就是呃 也会面临着 就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啊 就是都会有什么 就是面对子女 对吧 有的子女 就是说呃 在大学 有的在这个工作 有的工作好几年 有的在创业 有的就形形色色吧 可以这样讲啊 就是小孩都处在这个30岁 以及呃 这个这个这个上下吧 这个上下 那么有一个共同的呃 作为我们这代人啊 就是不管怎么样 呃 还是有一些是老的观念 还有一些是一些等等 就说 孩子做什么啊 孩子做什么 孩子选择什么 呃 你该给什么意见 你该吃什么态度 呃 以及就是说 如果有些孩子对吧 就是成熟的晚 醒悟的晚 他这个 有的时候就是 搞不清自己要什么啊 这个接着接着做一做 明天做一做啊 或者是呃 工作啊 跳来跳去啊 嗯 做事 比如说去去创业 有可能会呃 失败一次啊 怎样等等等等 等等啊 就是说我们 这一辈的家长 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那么我们该怎么样去呃 对待这些问题 以及跟孩子呃 如何相处的问题 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 是吧 有的呢 出现就是说不好的情况 就是说小孩呃 毕业了啊 这个不去找工作 或者工作很不稳定 然后几年下来还要靠家里来扶持 是吧 这是一种情况吧 还有就是说 小孩这个 不是不是太进取 是吧 呃 没有说呃 在一份工作上 或者是呃 事业心那么强 呃 工作的上年心那么强 那么家长总是呃 不知道该做什么 是吧 说了人家大了 你咋不听 对不对 那不说吧 你又心里着急 呃 先不谈 什么这个 他的这个谈对象啊 这个呃 结婚呢 要不要孩子 这些事都不谈 我今天主要就谈 我们这个年龄的人 下面孩子现在呃 三十岁 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上下 呃 他们的一些就是呃 想法啊 他们的一些作为 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是不认同 或者看不惯的 那么我们该怎么做 啊 这个我自己也有亲身经历 呃 周围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同学啊 周围的这个 朋友啊 也都有这个相互 这个聊这个事 啊 就是呃 有时候挺也也算挺苦恼吧 按理来讲啊 就是说 我们理想的 就是不应该在这个年龄 再去为孩子操心了 就是他们应该走他们的路 我们应该去呃 不去呃 干涉啊 不去这个影响 然后呃 需要啊 我们如果他们问 如果他们需要 我们可以给点所谓的建议 以及这个 嗯 我们吃过的一些失败的这些经验 呃 仅此而已 我相信应该这样是 然后 最根本的一条就是 希望他们都能够有自己的想法 有他们的上进心 然后让他们自己的这个事 越做越好 对吧 呃 不管是呃 有时候失败了 有时候怎么了 就是他们还是一样去 就像我说的像这些奥运奥运会的这运动员一样 那种坚韧啊 最终就是达到自己一个好的发展 呃 最起码啊 一点点来嘛 就是第一个是经济自己独立 然后自己去开上自己的这个小天地 但是往往事与愿违或者事不随愿 就这种这种事常有发生 那么引起就是说 呃 我们我们这这个年龄的人总是 在为孩子抄心 觉得好像抄不完的心 呃 我们该到底怎么做 呃 不是很作为啊 自己又呃 没什么想法啊 总整天就是 呃 一种一种啊 就是 没有找到的那种动力 内在动力等等 我们该怎么做 啊 我自己呢 我也是经历过啊 因为有有孩子啊 这些 我觉得首先呢 我们自己啊 就是我们作为家长 立足点 现在自己 现在自己 把自己先做好 抄好 你是一个榜样 对吧 那么 有的时候往往榜样有了 或者是怎么样有了 未必跟随者会跟来 未必影响到这个 你的孩子 这个你要搞清楚 有的时候 可能翻翻啊 我们经常听到就是 呃 第一代创业 然后父母很辛劳 然后等等 但是 下一代未必是如此 没有没有受到影响 是吧 他反而 由于你的可能这种辅导 呃 抚养方式的 呃 呃 不妥吧 或者不好 反而让他养成了这种 好义无劳啊 这个呃 饭来伸手啊 呃 饭来张口啊 依来伸手的这么一种思维 一种 状态 这是你不愿意看到 但不管怎么样 我讲就是 呃 有一句话讲啊 我我记得 呃 就是 儿女呃 什么 那话叫什么 就是儿女自有儿女的 这个命 对吧 就是你不要去过多操心 我们不要为 就是说他现在还没有觉醒 他现在还没有怎么样啊 或者暂时还没有那么 呃 混得好呀 好等等啊 收入很好 等等 我们不要着急啊 做家长们 还是要耐心 因为总归总归是他自己的事情 啊 经常讲如果他自己不着急 靠外力是没用的 啊 这是我给呃 我自己的想法 我也给大家这样一个建议 就是你把你自己先活好 因为他已经成年了 他要过怎样的人生 你可能影响不到了 即使你说很多很多的事 很多很多道理 没有用 啊 就是我们有时候就是要需要 耐心下来 啊 就是慢慢的静待花开 是吧 就是拔苗助长不行 着急吃不上肉豆腐 是不是 这都存在我们自身 先要搞清楚 他的人生 就是我们说我们的孩子啊 这种 我们都没法替代 你就是人为的啊 怎么样怎么样也好 那也没法去持续 反而把关系搞僵了 对吧 因为这么大的孩子 你说什么呢 你首先要相信他 我还是一样 就相信他 这里是要展示一种 所谓无条件的爱 就是你要相信他 可能他的领悟 可能他的成果 可能他的所有东西 都来得晚 你不要做比较 啊 虽然他已经成年二十多岁了 或者怎么样 呃 刚工作或者是怎么 他还是 需要时间 你要耐心 对不对 这是我我讲的啊 儿孙自有儿孙福 啊 所以做家长的 在这个时候的作用很小 而相反 你如果说是有点去参与的那种去啊 反而会搞坏关系 这我从周边的同学啊 朋友 他们的孩子一些很多 都有这样的现象 再第二个我谈啊 今天的社会 呃 可能真的是 嗯 变化很大 没有稳定这一说 啊 没有说是谁怎么了啊 就就就很稳定的 这个 看似选择很多 实际上年轻人的 路很窄 他们实际上也需要去 摸索 他们也需要去慢慢的去适应啊 找到那个他自己 呃 的一些什么感兴趣的事啊 或者他自己认为是呃 正确的东西 就是你要 允许他去犯错 允许他去摸索 允许他去 做很多无厘头的东西 啊 你你你真的要 允许他这样去做 你而且你还不能表现出 一种 轻视 免视 或者看不起 或者是觉得 你没有当年我厉害啊 不如他老爸 或者怎么样啊 还真不是这样 啊 今天的年轻人说真的 挺不容易的 他们 可能 我说了 看似选择很多 看似社会机会给他们很多 但是他们所面临的困难 也是重重 竞争啊 是吧 呃 这个各种 这个动荡啊 都是他们要自己面对的 啊 所以我说 呃 简单一点讲 就是 一 你先把自己做好 不要让孩子瞧不起你 嘿嘿 这个要注意 你千万千万不敢让孩子瞧不起你 你都躺平了 你都无所作为 你都什么 你还在那说孩子 你没有资格 啊 这是我说的 第二 静下心来 允许孩子去 有一个时间上的这个这个摸索啊 等等啊 你需要静待花开 好吧 谢谢大家